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十三爷呢 不许哭 起轿恢复 这 疼吧 人都死绝了 狗奴才 给我送火 为什么不给我送火来 你们这些狗奴才 仗了谁的事了 瞧动死我呀 给我送火 关闹 跟我来 太子爷 太子爷 起来吃饭 你别抓 别抓我 我没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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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 没谁抓你 奴才们是给您送饭来了 别抓我 来吧 吃饭吧 想害死我呀 你们想害死我 饭里有毒 饭里有毒 我不吃 快拿走 我不吃 饭里有毒 哎呀 饭里有毒 有人要毒死我呀 哎呀 哎呀 要毒死我 要毒死我 来人哪 要毒死我呀 人都死到哪儿去了 哎 你们这些高兔才 嗯 这毒死我呀 你们先下去吧 这 这 给我送火来 送死我啦 高兔才 你们长了谁的事了 我大哥那儿没有火吗 是 皇上只叫奴才们给十三爷和太子爷送火 没叫给他送火 我送火来 去 把我的火给大哥送去 这 送去 这 来人 把火送到大爷屋子里去 这 十三爷 十三爷 这是奴才孝敬您的 喝着暖暖身子 土地臣 好奴才 你都没忘了 十三爷 好这个 十三爷 我们这些人 都是您带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您是个 霞王 没有一个人不打心眼里佩服您的为人 就连皇上 皇上怎么了 嗯 皇上 昨个晚上下旨关了您以后 还在夸您有情有义呢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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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晴家 皇上 嘿 喬 又来人了 呦 这不是土里臣 土大人吗 是吗 他是大内侍卫领班 护着皇上去热河为烈 这出城的时候我见着了 怎么着 他倒先回来了 是 图大人 图大人回来了 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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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图大人 图大人 问您个事 图大人 想问问您 热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 就是 透点消息吧 那边情况给我们说 好了 好了 我看你们这些官 是越做越回去了 打听这些事干什么 想添乱子吗 下官图地臣参见图大人 起来吧 图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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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说 图大人 我也不向您打听什么 我只请您把这些东西 给大爷烧回去 让我尽点小心 胡来 拉下去 走 同众他 走 走 我是大爷一手带出来的 走 给大爷烧点东西 有什么 走 我说你 胡大人是皇上派来传玉的亲史 不是给你烧东西的义差 今儿我有言在先 任何人不得去图大人那打探消息 不许挡架 人不得去图大人 不许挡架 红 都不许挡架 都不许挡架 啊 啊 啊 我这事 我这事 哎 嗯 哎 哎 哎 二爷 您请吧 老爷在书房正等着您 别把那鹰喂的菜饱了 你想把他撑死 二爷 您请 您请 廖叔 这儿是给您请安来了 坐吧 怎么 你来找我办事 是 廖叔 只是想 您在这个当口很需要用人 俗话说 上阵还要父子兵不是 只想 演下这件大事 兴许我就 能给您出晚利 我说小多子 你竟然是给廖叔打雅迷来了 什么这当口啊 这件大事啊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啊 廖叔 这儿始终 就没弄明白 这么多年 您当着朝廷的府相 多少人在您的手里飞黄腾达 多少才能资历不及值的人 都开牙剑斧 起居八座了 您 您就不愿意提些这儿一把啊 平时来找您 您 您总说没机会 可眼下 这太子就要废了 新太子即将拥立 您找了这么多人来商量 您怎么就不肯给侄儿一个机会了 就算我这个做侄子使您讨厌 可是 您念在我 四居的亲爹份上 您亲哥哥的份上 您怎么也不能这样 绝情不识 刘叔 说完了 潦倒 发牢骚 怨天尤人 从来也不反省反省自己 当年 你若不是善离职守 私自从边关跑回来 能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看你现在的样子 飞扬浮躁 什么旧太子要废 新太子要立 你当真是投注鸭宝呢 鸭中了就能飞黄腾达 要是鸭不对呢 就会身败名裂 永世不得翻身 开口机会 闭口机会 哪有那么多现成的机会等着你啊 什么人都能看到的事 都能昌和进来的事 那还叫机会吗 小多子啊 你这碗水 还欠着呢 好吧 你今儿来 不是要我给你一个差事吗 差事 我可以给你一个 可是机会 你得自己去找 拿去吧 谢谢刘叔啊 谢谢刘叔 刘叔 您就让侄儿到李凡院当个手间的 你去不去啊 眼下就这个差事 行 我去 站住 小多子 你可给我记住了 什么废太子立太子的事 少掺和 要是低了跟头 刘叔救不了你 康熙四十七年冬 皇帝遇驾从热河返京 和以往不同的是 太子的身边已经没有了仪仗 而和他同时囚禁的 还有两位阿哥 就是 所以 说 会 有一点 我 我 没有 下 臣等恭迎圣驾还经 臣等恭迎圣驾 张五哥 在 皇上 请把王善师傅掺上车来 这 王师傅 皇上叫您过去 皇上 叫我过去 是 我给您过去 皇上 起驾 起驾 打一碗 吃了 吃了 出牌啊 这张牌要是一出 弄不好要放炮啊 你到底出不出啊 出 一饼 翻这儿呢 无了 算翻 快算翻 快算翻 大人 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 关键就不就得了吗 算翻 算翻 大人 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 我说你有完没完 什么人 什么人 是十三爷 上书王特意安排的 哎呦 我的十三爷 奴才龙科多 叩见十三爷 哎 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 那能伺候十三爷的 不是奴才的福分吗 得得得 要是论辈分的话 我还得叫你声舅舅 可是论眼下 你是管着我的老头 我 怎么敢叫你伺候我呢 嘿嘿嘿 得嘞 十三爷既然您这么说 那么我也不说伺候你 也不说管着您 咱们这么着吧 就像咱们当年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 有空我就陪着您 咱们是一块喝酒聊天 到时候呢 我再给您找点乐子 好 痛快 那咱们 一言为定 喳 走 不知中堂说的这个看看 是看什么呢 还请中堂赐教 老臣的意思是 请九爷转告八爷 要沉住气 不要急 所谓看看再说 第一个看 是看天心 第二个看 是看民意 当然 有时候天心 也能够左右民意 而有时候民意 也能影响天心 其实一巴爷和我看来 中堂您是既能够影响天心 也能够影响民意 严重严重 九爷 可千万不能 这么说呀 这屋里叹气太重了 好 那我告辞了 好好好 朕十月十六日 自热河发来的遗址 你们都看到 朕停用了太子的一切硬性 太子不敬直 不修德 深思阵望 为了上不负 列祖列宗 在天之托 下不负 天下臣名之望 朕决议 废处 迎人的 太子名位 皇上 臣有本奏 请皇上 请皇上 见那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说话 但朕今天 不想听你再说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为了赴到太子 数十年 欧心力血 朕一直心存感气 这就是 朕为什么要 招你 同车 共衬的原因呢 作为师父 你尽了责 作为父亲 朕 朕也尽了心 无奈 所拙飞玉 南城大气 你也不要过于伤心 啊 皇上 如此 保奖老臣 更令老臣 惶愧无敌 今日 老臣 冒死禁言 皇上 见那 老臣 要说 皇上 不见那 老臣 还要说 倘若 皇上 不许老臣 开口 臣就 撞死在 金街 到九泉之下 向列祖 列宗 去说 皇上 说 说 谢皇上 臣以为 太子 随有错 错 不在于太子 一人 太子 随有过 过不至于废处 皇上 是才说 太子 不尽职 我请问 自从太子 辅政以来 六部公卿 有几位大人 尽职辅佐太子 善为谋政 皇上说 太子不修德 上书房 几位重臣 都有 旷政得失的职责 同国为 八旗 张廷玉 几十对 太子 赞善旷师 诸位皇子 出一二位 辅助 太子 李政 其余的各位 阿哥 谁不施 各自为政 因为伴族 甚至 还有暗中 掩阵者 时至今日 将所有的过失 归于太子 一身 正是 不教而助 不但不能 服天下 臣命之心 而且对 满朝 文武百官 怎么交代 也难以对 对 列祖列宗 在天之灵 皇上 您不能这样 对待 战战兢兢 三十几年的太子 说得好 说得好 朕是 不教而助 无道昏君 那么你是他的师父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又该当何罪呢 臣罪到天 臣罪当主 就在皇上 招臣同座 遇念之前 臣已让家人 为臣准备好了棺材 臣 只等说了这番话 就已一丝谢罪 好一个忠臣 你如此咆哮朝廷 污辱君父 骂敬皇子百官 一死 就能抵罪吗 老人却让三十余口 甘愿陪臣 一同就死 王师父 你已一死博取忠名 却把一个杀忠臣的罪名 强加在皇上的头上 难道 这就是圣人教你的忠署之道吗 这 这 这 老臣却未想到 可是 如果我不死 又怎么能对得起太子 你死了 岂不更加有伤皇上的 圣德之名 你岂不更献太子 于不忠不孝之地吗 他想做忠臣 只怕没那么容易 来啊 在 把王善 把王善送回下去 交给他儿子看管 倘若有个三长两短 朕就问罪他儿子忽逆 千刀万剐 临死除死 他儿子忽逆 我求生不难 求死不得 我 我 我 何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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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此处啊 我 张提 未臣在 明天带朕去天坛 宣读 废数太子 迎仍的招书 告继天地 这儿 同各位 奴子在 在你一道余旨 速记各省都府 招告天下 招告天下 朕要在 诸皇子中 令则新太子 地方 二平以上官员 在京 四平以上官员 都可以 择贤俱见 这儿 同中堂 请 同中堂 同中堂 以您的意思看 这局面 同中堂 同中堂 我看 八成是 我看眼下 八爷还只有五成胜算 还不到时候 咱们得等他有了七成以后 再出手 别急 告诉他们都不要急 先看看再说 再说 启轿 启轿 回府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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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您慢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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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爷 您请吧 我说老龙啊 你 这是给我坐的奶门子楼啊 这 我觉得这些事 不太符合朝廷里的规矩吧 十三爷 我啊 不懂那么多的规矩 我只知道您没犯什么罪啊 皇上 叫您到这儿来住一阵子 那也是为了磨练磨练您的性子 是吧 十三爷 这要在平时啊 我也不会去喷您的高枝 可今儿个 您到了我这儿 我怎么着也不能让您受一丁点的委屈啊 你瞧瞧啊 这屋子里的家具 摆设 都是我从家里搬来的 我可没花衙门里的一个大子 嗯 好 好 好 我接受你的这份好心 可是也犯不着 把这儿弄得像洞房似的吧 啊 啊 你看 那儿还有个梳妆盒呢 那个灯网也弄成了红的 我看 这不行 换了吧 换了吧 我说十三爷 您要换哪样都行 唯独 这两样东西 是万万换不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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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去呀 阿兰 阿兰 是三爷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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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着 争取吧争取吧 我有阿兰在这 我一辈子都可以不出去 我家王爷说了 谢局一谢拜访 请诸位大人都回去吧 我等前来是例行请安 只想见见八爷 还烦你通病一声 不是我们不愿意通病 实在是八爷有吩咐 众位大人就别在这等了 回去吧 这就是 九爷十爷来了 十爷了 参见九爷十爷 起来起来起来 好热闹啊 怎么 怎么不让进去 我们都等了半晌午了 八爷就是不进 二位爷 你们同八爷说一声 让我们见见就走 老师啊 这天寒地冻的 大家一片热心 把大家拒之门外 似乎太不近人情了 是啊 你们进去 进去吧 八爷说什么 我盯着 走走走 好 行 行 道长 请 请 请吧 诸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旗人 就是这位张道长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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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外山人 性蒙十爷赏识 何敢当一个旗子 不敢 不敢 何止一个旗子 这位张道长 简直就是一个神人 天文地理 过去未来 无所不通 无所不晓 哪位不信呢 可以当堂的试试 请问张道长 可像面 略知一二 那给我像像如何 这位大人 不是柯甲出身吧 道长为何这样说呀 人家说对了 你就回答对了 没错 他不是柯甲出身 他的功名是娟来的 张道长 你接着说 好 大人 地壳方圆 这是祖上积德之相 大人 你的福音不小啊 对极了 家祖家父 在陛乡 都被人家称作是善人 按理说 大人的路命 不止现在这样 至少应该三品 神 神了 那道长 你再说说 我现在 为什么只有四品呢 说一句不重听的话 那是因为大人 笑道有亏呀 哎呀 佩服啊 佩服啊 确实如此 哪来的妖道 在此妖言惑众 王爷指不 八言 是才 王爷说山人妖言惑众 山人不敢辩驳 只求王爷让山人 再说上几句 倘若说得不对 听平发落 请哪位大人说一说 这树上是什么 花啊 对 它是什么颜色 白色 不错 再请问 这树下 站着的是谁 八爷 对 八爷是什么人呢 这谁不知道呢 八爷是亲王呢 又是吗 对了 我再问一句 这白花的白字 下面再加一个亲王的王字 这是什么字呢 皇 皇上的皇字 对 来人了 把这个妖道给我拿下 慢 八哥 这可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要抓他 不是扫我实业的脸吗 老实啊老实 你什么时候才能清醒一点 此人口出谎言 寂寂反逆 你教什么人不好 非要教这样的人 不用说了 给我拿下 不行 你要拿他 也得他从我那离开以后 要不然 谁敢再和我实爷交往 实爷的保全只得 张某心领了 八爷 请您回答我 您的乳名当中 是不是有个美子 这是我们皇子 在宫中的乳名 只有皇上和我们几个弟兄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还不是老实告诉他的 如果我说了 叫我舌头上升金疮 赖猴儿子 八爷不必多矣 实爷也不必发急 张某是从气运上策来 何必要别人告知呢 夫美者由八大王三个字组成 你看 八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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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万物皆有气数 气数前定非人力所能相强 八爷的乳名暗含着八爷的绝路 一生下来就有他的定数 张某就是从这里得知啊 我身为皇子封为王爵 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有什么气数 其他皇子封王者皆多 难道都要暗和乳名 八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八爷的乳名 这个美字 他暗含着什么玄机 八王